- 股市夢想家帶你當贏家 大家好 我是孟辰 歡迎收看股市夢想家的節目 早上在台股直播室的節目當中 我跟大家講說 今天有一則新聞非常的重要 就是Google現在態度大轉彎 正式宣布要支援RESCFI的IP供應鏈 所以早盤跟大家分享的一檔股票 6533的金清科 哇 工商亮燈漲停 這背後到底有什麼樣的商機 待會聽洪老師慢慢講給大家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大盤的部分 加捲股價指數今天漲了378點 將近快400點 當然對於這種大漲 各位投資朋友也不用覺得意外 雖然說12月份加捲股價指數跌了將近1000點下來 對不對 那我也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只看指數的話 你會被這個下跌給騙了 為什麼 因為資金它並沒有走 原本在台灣裡面的這些錢 它並沒有離開 它只是在等一個機會 它要去怎樣 它要去做一個佈局 所以我跟大家談說 我們在看指數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搭配著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這個指標不是什麼KD不是什麼MACD 而是我們的新台幣對不對 所以12月份下跌 哇指數跌了1000多點 我說如果今天是一個大空投的行情 那照理來講 新台幣應該像8 9月份一樣 是一路的狂扁狂扁狂扁 甚至創下歷史新低對不對 但問題是沒有嘛 你在這一段12月份下跌的過程 新台幣它表現非常非常的平穩 所以我跟大家下了一個結論 這種回檔它並不是走空 它只是修正而已 那你在修正的過程 你就會在這個位階頂上面 進行高檔換主流的動作 所以我在12月份跟大家談說 我們要先看生計 那之後它會再漲科技對不對 所以回過頭去想 今天漲最多的 都是這些電子族群 包括了誰 2330的台積電有沒有 哇你看台積電大漲將近快5% 嚇死人了 真的 那直接一口氣就給你棒上來 突破了月均線 那現在月均線準備要扣底低值 那它在法說之前先做了一個表態 代表什麼意思 市場的熱錢 它沒有走 它沒有離開 所以這些錢呢 它們就適機而動 找到機會 就開始去做布局 那甚至2454的聯發科有沒有 哇這一段跌下來的時候 大家每個人都要看衰它 可是呢 這兩天反彈上來 我相信又有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又開始怎樣 又開始吹捧了啦 但是我認為啦 這些個股都不是我們要去做的 簡單來講 你現在要去找的 已經不是所謂的大型全值股了 因為類股之間 它會進行一個輪動 它會進行一個輪漲對不對 那居然是一個大多頭的格局 我們就要找下一檔的標股來去做 而不是再去做那些大型的全值類股嘛 但是你要做這些標股之前 你一定要先記得一件事情 這些股票有沒有所謂的 標股基因存在 如果它有標股基因存在 麻煩你 你先做一件動作 把它放進你的口袋名單 等待機會 強勢股拉回正在買方 當你的買點是對的 你的風險最小 而且你的獲利自然會是最大的 所以我呢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說下一個機會點 其實已經在電子股當中 慢慢的形成出來 可是這些電子股裡面 我必須要挑到一個主流方向 來去做切入 那這些主流方向 其實它一直的不斷的 不斷的在跳動當中 百花齊放的過程 我必須怎樣 在每一個主流之間 去選擇一檔標的 然後成為怎樣 下一個機會點出來的時候 所以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聊 為什麼 我說我看到的這個機會 其實我非常的興奮 因為這是以前大家沒有想到過的 這是以前大家沒有觀察到的東西 這種東西才能夠成為我洪老師 會去想要去低買 甚至想要去布局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回過頭去想 我今天跟大家談說 這個很重要 因為Google的態度轉彎 正式宣布要支援 Rescify這件事情 到底有多重要 我們慢慢聽洪老師來講 那其實 在這個簡單來講 什麼叫做Rescify 它其實是一個叫做 城市編碼的一個語言 基礎的語言 那這種城市編碼的這種語言 其實全世界有非常非常的多種 那過去呢 就有包括X86嘛 然後包括ON架構 那我們怎麼去想這個東西 那其實也不要想的太複雜 我用一句話簡單來解釋 其實這些東西叫做指令的架構 指令的架構簡單一句話來說 它就是語言的一個文法 它就是一個文法 所以這些文法裡面 你就要去想 我今天要設計這一款軟體 我要用什麼樣的文法 寫起來會比較順 甚至說我用這個文法 它可以達到我要的效果 我們小時候在念書的時候 比如像說 像洪老師以前最討厭 上的就是英文課 因為英文課從原本的一開始有沒有 先教你ABC嘛 然後接下來背單字嘛 那其實真的最難的地方 就是進入到文法的那個 那個階段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文法的階段啊 你的ON要放在哪裡 你的AT要放在哪裡 這個放錯或者是用錯 它所得到的這個 這個最後的這個結果 是完全不一樣的對不對 那同樣的喔 你在設計程式語言的時候 也是一樣啊 每一個喔 每一個指令的架構上面 它所代表的意義都不相同 那你要選擇哪一個架構 這就很重要的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呢 基本上全世界啊 目前有三個最大的 所謂的指令級的架構 也就是說有三個很重要的文法 第一個文法 我相信大家都蠻熟悉 有在玩電腦大家就知道 叫做X86的架構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 就是ON的架構 ARM 這個ARM現在很紅喔 非常的紅喔 你用的智慧型手機 用的平板電腦 基本上都是ON的架構 全部都是它 那第三個呢 就是最近 這幾年剛興起的 叫做RESC-5 為什麼這個讀5不叫做V 因為這個是羅馬的文字 它是第五代的意思 就是RESC-5 所以叫RESC-5 那一般來講 這三個架構都有它的好處存在 那比如像說X86的架構 它就是目前啊 所有的電腦 不論你是這個所謂的 NB PC GPU CPU 裡面全部都是用到所謂的X86架構 那因為X86它已經延續了二十幾年了 那二十幾年來 它已經累積相當大的一個生態系列 那基本上你現在所用的電腦 除了所謂的框不可以外 它都是用什麼Windows加intel的話 全部都是用X86寫出來的 所以它第一個 它的好處在於哪裡 它的歷史非常的悠久 而且它在電腦的市占率很高 然後它又有intel的支持 不論是intel或amd 基本上都是用X86寫出來的 所以這一塊市場 基本上它就是鐵板丁丁 那可是它有一些缺點 就是第一個 它的指令很複雜 第二個 現在的電腦市場 已經慢慢的怎樣 開始在衰退了嘛 對不對 然後它這個東西又非常的封閉 基本上你會發現 投資朋友 我們在用電腦的時候 有沒有 是不是跟手機不一樣 你手機裡面的APP 不能在電腦裡面用嘛 對不對 你不能說我今天下載了APP 然後我要在電腦裡面 也用這個APP 沒辦法 現在沒有辦法做 以後可能可以 但是現在還不行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兩方的語言 它是不同的 所以包括ON ON的話 它現在最大的優勢就是 它現在有Google的支持 有蘋果的支持 然後它現在已經開發出了 很多的行動裝置 包括iOS 包括enjoy 全部都是怎樣 全部都是他們家的 所以它的設計上面 變得非常的簡單 為什麼要用AMP 因為它把你指令 每一句話都幫你寫好了 你只要套下去 基本上你就開發出一款APP 所以寫APP 跟所謂的寫軟體有沒有 以前在Windows寫軟體 那是差非常多的 Windows軟體很難寫 可是你用ARM去寫東西 它是比較容易一些 所以開發APP就變得很快 對不對 可是它有一些缺點 比如像說它的AMP 授權金非常的貴 你要用AMP的指令 先拿多少 你先拿100萬美金來 再說 先來再說 那你未來這個東西 你賣出去了 我還要再跟你收錢 所以為什麼AMP會那麼賺錢 它的市值高達240億美金 因為我說實在 我不用花太多的成本 我只要把這個指令賣給人家 你去授權人家錢就進來了 那就是靠腦袋的生意 所以AMP它就是賺得飽飽的 有沒有 可是也因為這個AMP 它都已經幫你寫好了 所以它缺乏怎樣 修改的彈性 所以不論是X86 或者是AMP的架構裡面 大家都有一些優點跟缺點存在 那這時候就跳出來一個 RESC-5它跑出來了 那RESC-5它現在最大的優點 就是它可以客製化 那第二個它的指令 非常的簡單 而且你可以隨意的去做修改 最重要的是它不用錢 它是開放性的 你想用你就用 那你也不用付我權利金 你說這種東西好不好 棒啊 而且它很好寫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未來在很多的小眾市場裡面 包括汽車 包括所謂的這個智慧程式的 這些所謂的電子產品裡面 未來都會使用RESC-5 但是它一樣有一個缺點 就是包括它的生態系統不足 比如像說Enjoy 現在Enjoy很強對不對 iOS很強對不對 可是沒有RESC-5的所謂的生態系啊 所以代表說它現在的用戶非常的不足 那假設說我開發出一款產品 結果我沒有辦法跟ON架構做結合 我沒有辦法跟X86架構做結合 那拍誰 這個東西它會變得很難用 它就會變得很難用 所以我就獨立一個東西在這邊 我也沒辦法用我的手機控制 我也沒辦法用我的電腦控制 所以過去這個RESC-5 它發展的就不是很好嘛 那接下來加上說它的產品零稅 還有專利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RESC-5 其實沉疾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但是今天為什麼這個Google的轉彎很重要 因為當你現在Google開始 它宣布要正式支援RESC-5的時候 我告訴你喔 代表說未來你用RESC-5所寫的東西 都可以用什麼 用Enjoy手機來操控 比如像說你的車子 裡面裝的是RESC-5的晶片 那你家裡智慧家庭裡面 你的冰箱你的冷氣 全部都是用RESC-5寫的 可是以前你沒辦法用手機控制 除非你是按架構的 但是你現在用RESC-5之後 你每個都可以通 所以基本上對Google來講 它也可以省一點錢 我不用給那麼多的權利金 對不對 那對於這個使用者來說 我就可以用我的手機 可以用更方便的東西 可以使用更多的東西了 所以RESC-5未來會成為 有Google資源之後 未來會成為一個 非常耀眼耀眼的明日執行 當然我覺得這件事情 早就已經有人先知道了 你想想看 新聞永遠是跑在什麼 跑在消息後面對不對 大家先知道了 先知道先買股票 先買股票 技術分析就產生訊號了 所以我說其實我今天 我們下去買了一檔股票 叫做什麼 叫做金星科對不對 今天早上9點鐘 我一來看到這則新聞 馬上怎樣買進去 當時在買的時候 522塊錢市價買進 那這檔股票呢 當時的價位在哪裡 在520塊錢左右 520塊錢左右 那我為什麼會看到它 其實這檔股票 放在我的口袋名單裡面 很久一段時間了 很久一段時間 那我一直想說RESC-5 未來會有爆發性的成長 可是因為它有這些缺點 但我不敢買 但是現在這些缺點解除了 包括說金流告訴我一件事情 當這一檔股票金流 比從70跳升到前10 我就一直在關注著它 周轉率也拉升到16% 所以我一直在等它 量縮底部形態嘛 指數大跌了1000點下來 其實你看它的跌幅還好 破線而已 破線走量說 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空間很大 所以今天消息一出來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放 買進去之後 放上來今天直接亮燈漲停創新高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談的 你要買到一檔股票 你要從弱勢的 你看像這種股票 它之前沒有漲之前 你會覺得它是強勢股嗎 不會喔 你完全不會覺得 那你看 當它開始有量 開始增加上來之後 棒一根上來就怎樣 就漲停了 所以看新聞做股票 我講實在的 我們不是看著新聞 去決定買賣點而已啊 而是這一則新聞 它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那這個都是非常難 它需要有人 就是你要大量的去閱讀 大量去收集資訊 你才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說這個rescify 它開始有一些冒出頭來的訊號出來的 那這個其實也不只金星科而已 還有哪一些標的 是類似這樣的 這個族群的表現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告訴你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股市夢想家的節目現場 剛剛跟大家聊 所謂RESK5的一些新的商機出來 當然金星科這種股票 其實本來就具備所謂的標股基因了 因為在標股基因裡面我跟大家講說 周轉率非常的重要對不對 當周轉率拉升上來 它會成為一個人氣的指標 代表說我現在 我這些在市場上面流通的這些籌碼 其實一直都有人在做轉換 那有人在做轉換 它的成交量才會上來 它的成交量上來的時候 它才有辦法成為人氣股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去尋找的 並不是現在漲很多的標的 而是要從這一些低檔的股票裡面 去找到未來人氣的指標 否則你看 像金星科這種標的 你說漲這個樣子 你會覺得它是人氣股嗎 它就黏在這 它是什麼都沒有動 對不對 就沒氣 可是你如果買的點位是對的 後面一樣怎樣 它就來到亮燈漲停了對不對 後面這樣漲上來亮燈漲停 你才會賺錢 那前提在於你要一直都有觀察 一直都要把這一些 這些所謂市場上的資訊 時時刻刻記在腦袋 否則你很容易被市場上的一些媒體 給誤導了 比如說前陣子大家不在講嗎 對不對 像金星科 我告訴大家說 Google這個新聞會讓它股價上來 可是同樣的 有人也告訴你說 哇台積電Q1營運外資看彈 我這則新聞 當時跟大家講說 是1月5號對不對 我看完這個我都笑出來了 我真的都笑出來了 我說營運看彈又怎樣 本來Q1工作天數就少 那你Q1本來就會比較差 這不是什麼大問題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要用頭版頭來告訴你 那不就是在嚇你嗎對不對 那你一旦被嚇到了 不好意思喔 當時台積電才多少錢 當時的台積電1月5號那一天才458塊喔 那你到今天為止 台積電就已經漲到了481塊了 所以同樣都是報紙 同樣都是新聞 那你說這種叫做錯誤的新聞嗎 對不對 那像Google這種東西就是正確的新聞啊 那你要怎麼去做解讀 這就是背後 這個操盤手背後 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的邏輯在哪裡 他有沒有辦法有沒有 去了解這些資訊的內容 所以我說為什麼有人做股票看報紙 看報紙做股票啊 常常都會輸一大堆啦 因為都誤解人家的意思啊 人家用利空來做洗盤 結果你把他當利多 然後呢你把他當 你把人家用利空來做洗盤 你把他當利空 那真正的利多來的時候 你反而不敢做 而且你沒有那個聯想力嘛 這就需要有專業的人 才幫你去做協助 才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嘛 所以除了我剛剛講的金星科以外 你說Google這件事情 它一旦開始喔 從一檔股票開始延伸出來 我告訴你 它就會成為市場上的主流 所以除了金星科以外 其實IP相關的類股裡面 包括了資源也是一樣喔 這檔股票我也觀察它非常的久喔 那之前在回檔的時候 我說破線不要管它 你等到未來突破月均線的時候就好了 但是呢你從金流來看喔 金流比從500跳升到16對不對 量縮回來底部形態完成了嘛 那你底部形態完成 我的向下空間變得有限 我反轉一旦突破月線 就會不一樣吧 所以你看喔 3035的資源有沒有 今天也是啊 上來了對不對 突破了月均線了嘛 扣底值在這個地方喔 那一旦我扣底值 開始扣底低值有沒有 那我的均線 從原本的走平 開始慢慢往上的時候 那不一樣囉 你想想看 那這一輩以前的高點會不會去越過 你去溯口看看 你去思考看看啊 那就我剛剛說的啊 你看喔 金星科它是聯發科轉投資的公司嘛 那同樣的 在聯電集團底下 如果我現在要生產所謂的 Rescify的晶片 那它的IP要找誰 這樣你就了解了吧 所以我說台股當中其實 大家都是在輪動嘛 那你有商機 你未來就有機會 那前提是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商機 它在什麼地方發生啊 其實有一些個股 為什麼我明明看到它在漲 我明明知道它會漲 但我為什麼不做 因為我看不到它的商機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要漲 可是同樣的 當我發現了這個機會的時候 我自然要好好的去做把握嘛 所以比如像說 我之前1月6號跟大家講的彩域有沒有 像這檔標的 它在低檔位階 已經打出一個底部型態 亮縮底部型態完成 開始出量的時候 強勢股拉回正在買方啊 你的買點是對的棒上來有沒有 今天也是創新高啦 那你現在突破月均線對不對 均線從原本的下彎喔 現在還是下彎喔 未來開始轉為上揚的時候 已經連續兩天上漲 會不會 後面有沒有機會去挑戰之前的高點 那前提你要賺到這個股票的錢 不是追它 而是要用低買的方式嘛 在它沒有漲之前 你就要抓到一檔股票會漲啊 否則內股之間 輪動非常快的情況下 你很有可能會追高殺低 最後反而掏在高點 這是我必須要提醒大家的 不要被指數給迷惑了 你以為指數漲就一定好嗎 不一定喔 今天有很多利多出來反而跌的股票喔 比如像說2345的智邦有沒有 明明就是股價創 這個營收創歷史的新高 為什麼股價反而怎樣 跌下來了 理由很簡單啦 早就已經有人知道了嘛 早就已經有人先預判了 那你先預判今天怎樣 今天一開上來 大家覺得可以啦 獲利了結了 股價就自然下來了嘛 所以你說你要賺到智邦的錢 你就必須在低檔的時候 在他沒有漲 比如像說 在他這一段的時間裡面有沒有 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就要預判到他會漲 這個你才有賺頭啦 那也不只是智邦啊 包括萬海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我在買萬海你說 這種股票會去嗎 大家就覺得爛死了 航運股爛爆了對不對 可是我說大盤跌了200多點 他一樣逆勢強於大盤 買進去啊 買點是對的 當天來到亮燈漲停 後面再創新高 這樣上來有沒有 你才有錢賺 全部獲利了結 那我賺完了啊 我賺完了 我也沒有說他不好 可是前提是 當你的買點 如果跟其他專家一樣 買在這個位階有沒有 要靠沒力氣了對不對 真的叫做欲哭無力啊 所以我說買股票 你就是要買低檔 但是你要買到低檔又會漲 這個就需要什麼 需要有標股基因了 所以我說這些 這個標股基因 我不敢說 每一檔具備標股基因 它都會成為標股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談 任何一檔標股 它都具備標股基因 所以你把這些標股基因的股票 挑選出來 我相信你自然能夠 找到低檔會長的股票 那前提在於 你要有這個公式跟方法 所以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萌萌撞撞 找不到方向的 那我建議你 趕快跟上腳步來 我一直提醒大家 2023年 是一個景氣反轉的一年 那你在景氣反轉的時候 你一定要賺到大錢 那怎麼賺 就用金流戰法2.0 所以不曉得怎麼操作的 我歡迎大家廣告時間 撥通電話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年再會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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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